現在的時間是8月15日,星期四,下午6時半 今天一收工,第一時間就過來尖沙咀英王戲院 因為今晚有二營,Ramilus 媒體的視訊 然後我和龍毛的會合 看回這次的玩法挺特別的 因為時間線放在二營第一集和二營第二集中間 換句話說是1.5的一個方法 頒底方面,我認為焦點都會放在Espany 之前的師傅窩比較熟悉 其次是另一個可能是變形金剛路過面 可能大家有一點印象就是Espan Mona 基本上都是兩位青春新派女演員的組合 不知道下過如何 當時我也很期待到這間圖片 和無記會合後再給大家一個影響的評論 大家好,今天很熱氣 今天和Steve來看這套二營 羅姆勞斯 沒錯 這是甚麼名字? 基本上是原子應該是羅馬的第一個君主 對,那兩個兄弟 在羅馬史上是一個很出名的一個人物 其實今天張飛的設計很適合 很適合 一個環保袋 整隻怪形在世上 沒錯,就是這樣 蓋著 好的 先說一下電影本身 這套片我第一次看預告 甚至是看他拍這套片的消息時的期待不是那麼大 因為他原本的計劃 我知道他原本是想上Hulu 即是上全樓 變成一個規模來說也算是中小營 直到 說真的大概是半年前左右 然後Foxy 即是前Foxy 現在的二十世紀的Studio 就在下一個迪士尼的一個發紅底下 他說八月檔會上這套二營 我起初其實都不以為意 但後來有個朋友跟我說 那個Trailer出來了 然後我看第一段Trailer的時候 我發現其實歌的感覺都挺正面 因為在看那個班底裏 你會知道那個導演會是EVO DEAD 2013版本的導演 他前作可能比較經典的 就是那個叫Don't Breathe 即是那個叫做 《救室殺戮》那套片 變成非常緊張 我覺得這套片是保持著導演的老本學 因為他同一時間有一個風景的恐怖片 即是叫做邪靈 即是超自然的經歷片 然後再加一套叫做困獸片 基本上兩套 困獸鬥的片 就是兩種元素來講 我覺得在這套片來講 那算是對得住整個系列 是的 那這個也是異形的套路 亦都在太空船裡面困獸鬥 跟異形去爭鬥 最終當然是脫險的了 但是那套路 我覺得也是差不多 那樣東西 因為又是有變形 又變成人形 又有生兒子 又有嬰兒 女性 女性你知道連來視覺 又是找一些女性主義來搞一搞 那也是那個套路 但問題是做得這麼緊張 刺不刺激 還有有沒有驚嚇的東西做出來 沒錯 那這套片 我的整體來講 我覺得是有驚喜之處 特別是它的時間軸 將它追溯 或者是推回二營 第一和第二集中間 換句話說 舒奇 這套片 羅姆 Ruminous 基本上也是二營的1.5 那這套片 我覺得在時間軸方面 我覺得會比之前前傳 即是POLO不是收屍的系列來講緊張 因為你們有兩套片 一個叫做兩套 佳作去夾著你們走 那你可以善用到前面鋪陳的元素 變成就可以加以發揮 那兼且其實電影的風格方面 其實都是走回六、七十年代 或者七百十年代 那種的科幻片味道 特別是你看到那套片的開場部分 我覺得其實第一幕也好 我覺得那種感覺有 很明顯是向這個2001Town漫遊致敬 特別是他採取了那件物件的時候 那種背景的感覺 你聽到那種很高頻的感覺 一般上都是在拍攝 二營1Town漫遊 那個石刻板的位置那種嘖嘖嘖的聲音 假如這套片 我不知道是新拍的話 我第一次入場看 我不熟悉一些演員 我會預計是這套片 在六、七十年代拍好了 之後放在那裡 我有這樣的感覺 我覺得比較硬一點 這次的二營都是不錯 因為類似了這麼多經驗 很多前人 給予一些如何拍攝 模型如何組織 或者加上有電腦的CG效果 現在應該可以很厲害一點 就像你剛才所說的 因為放在串流做 他不會放很多錢在那方面 但是推出來大電影 我也覺得效果也不錯 因為音效也是嚇得死人 二營都經歷了很多個時代 首先是最開錯 最原祖的時候 最原祖的時候 七七八年 一九七九 一九七九 知道嗎 阿倫 那個Flow其實也挺完美的 加上當時 有時候 施哥尼偉花 說真的 都算是那個年代 要做尖叫女王 Screen Queen 那個年代 夠大隻 對 尺寸是1.8 是的 所以那件事來說 是同一款異形 我覺得是那個年代 這麼高這麼大 但是這套片 特地找來了一群 比較年輕的年齡 特別說的是 威尼斯影響了 Cailin Spanning 如果大家有留意 就是因為支持 那套Civil War 即是要做美帝崩年 美帝崩年 其實基本上也挺唱歌 即使她是女配角 但其實也被掌握到 大家沒有 那這套片 看到她也挺弱質纖纖 一個女流底下 去對抗一個 在一個 完全是無助 一個完全是沒有人幫 對比比較大 對 因為出來那種 對比明顯會比較大 那就是來講 看到那個規模 雖然是細得來 但是很多角色 其實都挺善用 比如說 我覺得其實比較深刻 就是說的女主角 和Android 即是說Andy的故事 因為其實這套片 嚴格來說 不是說是一個很 很堅固的一個犯牌 大家的角色 其實這套片 是不斷去推進的 其實大家的角色 那個敵對關係 或者那種結盟的關係 其實都會相對來說 有變化 那這套範圍來說 我覺得其實 找這位黑人演員 我適應Andy的角色 其實都挺搶到課 因為如果大家有 記憶一下 就是每集 異形裡面 其實都會有一個 幾個核心的一個 Android 對 就是一個生法人的人物 包括第一集的Ash 第二集的Bitchhop 然後到第三集 好像是跳過生法人的角色 因為他會追回 Bitchhop的演員 然後到第四集 就有一個Call 就是當年應該是 叫雲露拉 列達飾演的生法人 其實每個角色 其實在這套片裡面 都適應了一個 Ex Machina 差不多到最終 將有個角色 逆轉整個故事的角色 我挺肯定就是 其實今集在這部份 即是善勇的角色方面 其實都做得挺不錯的 是啊 今次的機械人 即是今次的AI 他找了黑人 Andy 但是其實他也做得不錯 因為在我們一般來說 以為是這個西埔世界 嗯 西埔地 是那個油髮連絡 是無目睹 外製的表情 即是很穩 但是今次他表情不錯 但是他唯一的就是 他是比較哀傷 有哀琴 那這裏當然導演 也有些意思放進去 其實開頭的時候說 他無論是肢體 或者是智力方面 其實都好像出現了問題 因為他其實是一個 類似是次貨的一個Andy 但是忠後短一些twist 令到他整個故事逆轉了 那件事有一種 逆敵逆友的感覺 其實都令到故事來說 都是一個生息不少 其實我覺得這部片 也算是場景先決 因為論故事來說 我覺得不會說 真的好exactly 或是很新鮮 因為原來講 都是講一班叫做 社會邊緣的一班青年 嘗試的時候 為生活 為生活 奔向自由 所以決定挺而走 做一單叫做大買賣 然後就打算發一筆橫財 然後就可以抽身離開 這個叫做 這個烏煙漲氣的世界 這個不好的世界 但是 蘇花其實進入了他的頭 之後就發現 其實開球的大概 20-30分鐘 在我來說 就不算是很切的 因為其實都是 Trader看到的東西 然後值得讚 就是畫面的構圖 這部片其實不算是 一些很大規模的製作 但是我覺得他的構圖特別是 我覺得 他在一個 有一些位置 我覺得他洗線洗得合當 就是要 說到宇宙有多浩瀚 那個太空 還有 那個 那隻太空船 在太空那種飄渡 那種感覺 其實出到來的畫面 因為在iMAX下 其實都是 有相當的壓迫感 那唯一有少許可惜 可能是船艙 船艙裏面的場景 可以變化的 也不是很多 還有很多時候都是 紛紛沉沉 所以有時候可能有些 很細微細細的東西 可能都會錯過 是啊 那相關就是 因為始終這部片 是商業片 很多位置 很多情節的抱怒 明顯都是為下一幕 去做處理 比如說 中後段 有一個位置 要救回Android 那個生法人 之後 那個女配角 要失驚無神 又要打一些 不明液體在身上 那其實很多的處理方面 某程度上 都會有一些 諸隊友的情節出現 那這部份來說 如果是導演 或者劇館方面 可以再處理得圓滑一點 那感覺上 我會再比高分一點 那最後都是說 其實今天的聖話體驗 那今天呢 其實就 我回到來說 可能因為我坐了一點 所以看上去的畫面 就會更深暗一點 那兼職 而且很多時候 有光的地方 它都是易光 所以在戲院的處理 其實相對來說 會有一點點吃命 變成這部份來說 可能大家選擇戲院的時候 可能會選擇一些 新正一點的 沒有規格 光一點的戲院 有一件事 是iMAX的支持 因為它是全片的 有16-9畫幅 因為我查過這部片的規格 如果你在一般戲院看的話 會是常限沒有了四分之一 因為它有一條黑戒 會刮刮的 但是這次來說 是少數 就是整部片 全片的頂天立地 那種的震撼來講 其實都是值得去 iMAX的方式來支持一下 那最後是什麼 Steve 可用評分 74分 74分 最主要是黑是一個問題 黑是一個問題 劇情可以再豐富一點就好一點 劇情可以豐富一點 那就OK 那這部片 我回來說 我也是接近iCon 可能78-79 因為我覺得其實規模可以更大 或者畫面可能會有些位置 處理得比較鮮明 或者對比較強力 可能會更加強 但我覺得有個位置也挺深刻 就是例如電梯的處理 電梯的處理 接著失重環境的處理 也是以前 以及失重的酸性液體 對 那種酸性液體 那裡是處理得不錯 那裡也是一個新的元素 因為其實過往 我也是看了無論是異形的前轉 異形的正轉 那裡的六集 然後還有二獸戰的兩套 我們基本上異形可以玩的元素 基本上才可以玩的 但是 今次來說 我覺得有些新鮮感 就是我們會找到 就是異形是聽聲 而不是異形的 Face Hacker 就是這種的生活 只是聽聲 感應溫度 接著就是沒有喊 那這部分來說 是第一次用這個屬性 去處理場景 這是一個新鮮感 其次就是 Steeve所說 就是酸性液體 是的 再加一個失重的環境 那一部分來說 其實有兩個位置 我覺得要距離範圍 就是首先是一個美感上 因為一個失重 然後液體 液體在飄浮著 這個情況 我記得深淵有做過這些特技 這個也是 它在那個失重的環境 突然變得有重力的時候 一跌下去 是 那裡是做得不錯的 那個美感上 還有它要怎樣去回避 避開那個… 就是玩那種失重 然後你還要玩那種反撞 然後你又要怎樣去回避 液體如何飄浮 另外那個星球 那個外觀 都做得很漂亮 因為飛船飛下去 一直掛著地面 一些晶體飛出來 那裡也裝得很漂亮 那裡其實它的美感也不錯 還有最尾 我覺得最尾的部分 有一點像是致敬 其實這部影片有很多彩蛋 其實是致敬很多地方 因為其實波幻片 都做了很多相同的東西 也是 譬如自身的部分 譬如我記得有個位置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就是它拿了黏液的時候 背景音樂 就是用了 阿波羅姆手撕的鏡頭 好像敵人的 這個鏡頭是做背景 如果大家留意到的彩蛋 其次就是那種混合體的 那種異形的處理 其實以前異形第四集 薛哥尼偉花 其實都用過類似的處理 就是找回媽媽那段 就想不到 其實這一套東西 都會用回一些相關的設定 其實很多千絲萬流的東西 還有一些鏡頭 我發現在預告裡有 但是最多的證片就是沒有 有一個鏡頭 就是第一次 他不知為何 推進去冷凍瘡那裡 整個冷凍瘡 可能他不知拍攝後的畫面 就是那種像吉鏡 拍攝那些位置 我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特意為預告而拍 但是在正片裡就沒有出現 我想可能是 其實現在我們當下的劇場版 可能是某程度上 可能是做了一些 就是因為片場上要做一些取捨 但是正片來說 我覺得這個故事 特別是如果你說 尖叫女王來說 我覺得Caylee Spaney來說 都挺稱讚 特別是她最尾的部分來說 我覺得以恐怖片來說是有演技的 因為那種白錦膠集 然後那些朋友又關掉了自己 又要走 然後知道那隻怪獸 你又不知怎樣去射死他 然後突然又想 突然要去到危急的時候 那些智慧又逼了出來 解決了 那件事來說 我覺得 如果驚嚇程度來說 Steve 你覺得這套會擺在哪個位置 都會是第二第三 如果你是最評判的 最評判的也是第三 也是第二第三 因為原組真的好看 也是啊 原組那兩集都好看 那麼多集中你會怎樣排 哦 我排這集是第三 你排第一集 然後就是第一集 第一集是原作 第一集是第一 第一集第一 哦 順子那麼多 是啊 順子那麼多 換句話說你的評分是 李尼史哥最高分 是 接著今晚 詹詩今晚一輪 這集要贏了 沒錯 因為其實她已經做到 她們的效果 也是 還有我也是喜歡她們這一種的風格 是 沒錯 她的風格其實就適合路向 是啊 是 基本上是正確的 換句話說 其實簽食作 寶萊美修司的系列來說 你是可看可不看 是啊 比較悶一點 都是 那上一集好像吹得太大 還有一個問題 就說她好像是將 到重來來說 其實那個系列來說太光猛了 可以這麼說 變成好像失去了那種神秘感 兼且和太科幻 那些儀器 那些傢償 如果大家回覆整個系列 包括可能這集來說 其實某程度上 都復刻七八十年代那些鴨戒 對 鴨戒的那些螢幕 反而喜歡懸廁一點 沒錯 那種感覺你是會覺得 是跟科幻感回來更加強 就是覺得她沒有那麼多CG 是啊 沒錯 好像 Annalog的年代 是啊 沒錯 因為其實也有一套紀錄片 可以介紹給大家 就是迪士尼有一套紀錄片 就是 講這個 Light and Magic 就是佐治努卡斯的公司 那些公司 有六集的 大家可以在迪士尼村 很久看到 不錯 可以看到 其實整個年代的變化 就是佐治努卡斯付出了很多 當然是她的團隊 裡面介紹了很多不同的特技的造模型 是 本來是停動的 怎樣由停動的 哎呀 沒得賺錢了 要去了電腦 因為 侏羅紀公園開始 就已經是將它 擺進電腦了 那些動作 就不用停動了 但是呢 沒有了這個停動的 技師去教他們 怎樣將它擺進電腦 亦都不行 那個連貫性 整個歷史的變化過程 在這裏有一個重要的時刻 這套紀錄片 六集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都可以看 對 特別是你很認識整個特技 怎樣走過來電腦的特技 對 由Star Wars開始 對 由Star Wars開始 嚴格來說 可以追溯到 他最主要的 佐治努卡斯的Teach 即是三百六電影 都是播放影片的一個鏡頭 到現在的公司 都在組裝這些 沒錯 好 今集大致上分享 就來了這麼多 大家其實今個星期周末 其實看了這套 異形的Reminence 知道大家對這套影片的感覺是怎樣 那會不會有些位置 我們再改選 或者會不會有些東西未夠後 那都可以去找一下 女主角 其實這套影片 其實我聽得挺奇幻 就是那個女配角 死了至少二三四次 都是未死的 死不去 這件事是 在劇本方面是有些特別的 是很喜歡弄這件事 就是死了之後 那些人就會變回事 對 這件事 或者他死不完 就是生了那些人 救完他之後 他又要死了 對 沒用 還有這個片劇 一個位置我覺得都是好的地方 就是你只知道主角 應該是不會死的 但是其他背角來說 誰先或者死下 其實那種刺激感來說 我覺得是不限於死神無聊 這件事也算是一個距離位 大家也分享一下我的意見 今集我的影評來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的影片 記得按LIKE 記得按LIKE 記得訂閱頻道 還有最後按下鐘 再update 下一段影片見 拜拜